哈囉大家好我是TFFI 好久不見大家的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那傳說中的禮包 神選衝刺禮包 那這次的禮包值不值得去買呢 來感受一下吧 那我們直接用盒買的部分去看就好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應該都是用盒買會比較賺 而且會賺很多吧 170乘以10的話有啦 有打折 230打折的話 2390270有 那2990一口氣買的話不給你買 不然的話真的是太貴了 但是沒錯在官方的地方也有 我們等一下再來給他算一算 好啦一樣我們先從我們的第一包開始吧 這一包下去的話呢是1490 1490高級強化自選包 如果我今天要買的話呢 我今天是以防具為主 我們總共有兩顆 兩顆是6960 6960 然後總共有20包 所以我總共會有40顆 對吧 這一包裡面是兩顆 那我們乘以40 所以這一包的話是278400水晶 然後呢玻璃金幣這個也不算 然後這個一顆拉的話我們也不去管他 所以我們總共的話呢是可以用1490去換到278000水晶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不算划算 對啊 1490我們是26萬賺 如果這樣子虧一點點的話 然後是不管怎麼樣賣賺去買材料 可能都會比較來的划算一些些 對對對對對 除非啦 除非你有其他地方可以拿到更便宜的儲值辦法 不然的話我覺得這一包是比較不划算的 我個人現在蠻期待就是如果官方有買這種東西有沒有 就把這些錢把它換成水晶 然後去從交易所裡面去拉 而不是活生生的跟玩家去搶交易所裡面的道具 如果有這樣子做的話呢 我覺得還算不錯 對假設我今天買了這個神選底包 欸不是 買了高級強化資源包 然後我選了這個 然後選了之後呢 我反而就會從這裡去拿 官方會從這裡去拿 然後官方會給這個玩家有水晶 然後呢等於是另類的賣出去 反正對官方而言他也是有收到錢 而且可以活絡交易行 不知道行不行 不然交易行真的有點太水了 太死水了 好那接著呢 第二包是我們的高級精煉自選包 好啦這一包就算還沒看 我都不建議去買 因為這個遊戲要課金去精煉 真的是太硬太硬了 真的真的真的 強化的話我覺得還行 但是課金精煉的話 真的是不在我的SANCE裡面啦 好啦這總共有10包嘛 10包的話呢可以換這些 那假設我今天要精煉我的 防護護服好了 飾品好了 我們總共有4顆 4顆的話呢總共是11300 乘以4是給他來到 乘以4是給他來到45200 一包的話是45200 總共有10包 所以是452000 452000的話其實有點算划算喔 2000塊的話還算可以 對還算可以如果按照這個角度去算的話 我們26000 然後去加這個就好了 這樣加起來的話算3萬鑽 3萬鑽如果你去賣水晶的話 賣鑽石的話呢 也差不多拿到45萬水晶的部分 對這包的話我覺得還算可以買 如果你本身是OK的話 你的SANCE是撐得住的話 好啦那接著的話呢 是保護石和祝福 哇這個 這個就比較看個人了啦 對這到底值不值得買呢 保護石這個東西 如果單潤水晶就好啦 我們就算水晶啦 因為要不要買的話 你有要買的人大概就知道了 那如果是水晶的話划不划算呢 總共是5820 然後一包的話呢 總共是12顆 乘以12是6萬9千8 6萬9千8乘以10的話是69萬8 69萬8千水晶算賣2400塊 那這樣講的話呢 我們就是這兩包加起來嘛 36萬鑽 可以去換到69萬水晶 其實也算蠻划算的 基本上算是加倍啦 對算是加倍的方式在買 還是可以還是可以 我們後面這個都不算 如果是買那個防護石的話呢 防護石的價格是6千7 那更不用說了 這個才5千8而已都划算了 那這個的話呢 絕對會更划算的 好啦那這個東西就看個人啦 那這個到底值不值得去買 這個呢也算是跟經驗有想法的人 你自然自然就懂了啦 好啦那接著呢 是我們的最後一包覆魔自選包 不過這個覆魔自選包有一點誇張就對了 一包呢就將近來到一單的價格 2990 因為它是高級覆魔自選包 沒錯這都不是我目前能夠用的地方 你要我去考慮這個東西 我是沒有辦法去考慮 就算我去考慮我也沒有那個想法 可以去評估這到底划算還是不划算 但是我們單純用水晶去看的話呢 假裝這是50萬好了假設 那我們今天進行古城的話 總共有兩包 這總共有7顆 那總共是14顆嘛 3萬 然後乘以14顆 42萬 這樣講的話不是很划算 對啊 如果單買的話 這樣才42萬水晶而已 如果3萬乘以7也才來個到21萬 兩顆42萬 如果是另外一個的話呢 價格也是一樣的 這樣 這個包反而這個反而還更吵 這個我沒去覆魔古城的視頻不知道 所以如果真的要玩的話呢 應該是玩後面的吧 假設今天是玩諸諾 諸諾本身的數量就比較少 一顆來到17萬2000 然後總共有兩顆 所以這兩顆就來高達34萬 所以乘以2的話呢 是來到68萬 所以這個的話是還可以的 而且這個東西 基本上他已經是另外一個想法了 因為你把材料買完 說不定也拉不到你要的數量 所以你等於是 用活生生的把材料給他買下來 然後去經典就對了 因為廠商沒有那麼多給你買嘛 這個地方是有無限量供應的 哇哦 這個價格 這已經不能用 划不划算來形容了 這一顆是20萬 所以兩顆是40萬 然後一次買兩包的話 是總共80萬 如果換這樣講的話呢 其實用防禦的話還蠻划算的 對啊 這個還蠻划算的 然後這個是16萬8 哦這個就比較不划算 33萬6 然後乘以2的話是66萬多 所以用這樣買的話 我覺得偏不划算一點點 那如果是文巴拉的話呢 81400 那這個總共有3顆 所以這樣乘以6顆好了 總共48萬 這個也算不划算 文巴拉也不划算 所以根本就是給你買諸諾嘛 81400也不划算 然後這81400還是不划算 那如果是克魔島的話呢 65200水晶 那總共是有來到10顆 65200生育石 65萬 偏不划算 所以最划算的應該就是這一顆 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 全部把它看下來 因為這已經不是我能夠理解的地方了 好這個也算是偏不划算的地方 但如果單純你是課金去買的話 然後又沒有用鑽石去賣 你的鑽石要拿去做其他事情 沒有要賣的話還算划算 但如果你鑽石去賣的話 你的水晶也可以拿到更多 只不過還是一樣 物以稀為貴嘛 你124顆 附魔能附魔多少 假設我的數量要超級多的話 還是直接從這邊拉對不對 這邊是無限量供應的 可是好貴喔 真的是好貴 真的是好貴 所以真的要講整體而言最划算的是 這個部分 封城之父的附魔 朱諾防具 我去偷看一下朱諾防具是什麼地方 好我們來到朱諾的防具 最終物傷減免最終防暴最終物防 為什麼 反而是這個最低 不對啊 這看起來不像啊 好吧這個可能就 不然就是數量少 反而沒有人用 所以導致他變成 到現在還沒有人買 他價格一直卡在上面 如果真的要玩的話 飾品也不是抵抗 啊PVP 除非要搞PVP 那個狀態要給他上上去 如果是武器的話是 也是PVP 物傷附加百分比 啊 那要用的話應該是這個吧 物傷附加百分比 這是活生生的給他加上去對不對 如果給他加100%的話 原本的物傷附加是 假設是400% 等他加100% 就直接拉到800% 有這麼誇張嗎 有這麼扯淡嗎 這個數值 如果這個數值真的這麼扯淡的話 我們是直接灌一條 其實也不錯 好啦不管怎麼樣 這個東西也不是我現在能夠討論的事情 因為實在是太貴太貴 好啦那我們這邊呢 再去官方的地方來看一下吧 官方的部分的話呢 總共是有賣玻璃心傳啦 玻璃心傳的話 這個是跟之前8月12號到期的不一樣 他這次到期的是到8月27號 一樣是3290 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沒有賣一個沒有到期的 如果沒有到期的話 我可能會買一個先放的 有到期的話我就不是很想賣 你知道嗎 好那最可怕的事情是 神選附魔包 一口氣是六件包的 那我們在遊戲裡面是兩件包的 兩件包的是2990 六件包的是8700 所以除以3的話呢是便宜了 每一包便宜了90塊 所以整體而言呢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還是買這裡會比較賺 只不過我還沒算後面的轉換自選包的部分 不過都到這個地步了 應該不用想太多了吧 後面的話很像還有轉換自選 我這邊再回去看一下 好了轉換自選包還有在這裡 這個一包總共有10包 一包裡面有三個 每一個的價錢呢 是給他來到2140 就多6萬塊 所以整體而言 會再更划算一些 但是整體而言 我覺得還是賣鑽石 直接去買你要的材料 會比較賺一點點 好啦那這個東西要不要買呢 還是見仁見智啦 真的是見仁見智 這已經不是我現在這個階段 能夠去建議的地方了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啦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如果還可以的話 能不能給這支影片個讚呢 我是B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這一次都沒有基本可以買的禮包 對啊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我最推薦的都會是之前那種 超過三倍甚至四倍的附魔禮 那個才是最划算最划算的禮包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